中国人对于分开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态度 应该是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领域要区分一下 对于一些南方比较发达的城市而言 他们的工作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 而且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把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 如果除了一些是工作狂之外的人 还有一些CEO和企业界的老总 他们是没有办法 他们要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事业 也许他们整天思考的问题就是 如何把这个企业做得更大 然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提高股东的利益 但是其他一些人 比如职员之类的 即使是高级白领和精灵一类 也是会严格的区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如果他们的工作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去消费 他们所得到的那些收入的话 而且会以他们的健康为代价去工作的话 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即使他们有再高的加班费 他们还是宁愿休息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是选择用 增加工作休闲的假日的机会来促进 他们员工的福利 以希望吸引更多的更好的员工 和保留一些原有的员工 但是所以总的来说 北方的一些地区呢 也许他们更加以生活为中心 因为他们也许经济比较落后 所以他们工作压力不是很大 所以其实并不存在 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来的这个问题